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在接下来啊 在这个明天就可以看到东北风明显的增强了 东北风增强的情况之下呢 在银封面的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云量都会增多 同时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发生哦 那么今天呢其实在这个南海上面有个新的台风 今年第15号台风地母台风宣传 不过还好的是它并不会影响台湾 未来这段时间呢还是属于这种东北风的影响 预估呢这波东北风会持续影响台湾到礼拜天 下个礼拜一东北风就会略微的减弱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接下来这几天就是受到东北风带来一些水汽的影响 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都有机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中午过后也有机会出现比较旺盛对楼的午后雷阵雨 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所以可以看到在接下来这几天呢 都是在大台北地区 东半部地区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在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 则是要留意午后阵雨的状况 下个礼拜一南东北风减弱之后 各地又会回到比较晴朗稳定的好听器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况哦 随着呢 接下来东北风增强 所以呢 在台湾的北部海域风浪会略微的增大 预计呢 可以看到像彭家雨基隆的海面呢 风浪就会到达中浪的等级了 宜兰苏澳沿海跟新竹陆港沿海也是一样哦 风浪都会到达中浪的等级 平均风4到5级左右 震风来到8到9级哦 明显的增大了 那么在南台湾东南部地区呢 这个浪况就没有像北部这么的大了 预计呢 是属于小浪的等级 平均风4级 震风呢 大概6到8级左右 那么在里岛地区啊 这个平均风呢 也是来到4到5级 4到6级左右 震风呢 来到7到8级左右哦 那么浪况呢 是属于中浪到小浪的等级 好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潮汐的变化哦 预计呢 接下来明天呢全台各地沿海地区的这个潮汐的变化呢 都是属于小潮到中潮 那么在里岛地区呢 则是金门的金湖镇 要提醒你明天是适逢大潮 要多加留意涨潮的时间 其他地区呢 或者是来到小潮到中潮了 好在温度变化的部分呢 明天因为东北风增强哦 带来一点凉空气 云量也增多了 所以啊北台湾的气温跟今天相比 高温会略降个1到2度左右 来到大概31到33度左右 那么呢在南台湾温度变化就不大了 跟今天差不多高温呢也是一样 来到31度到34度左右 接下来关心一下未来一周的这个气温变化 北部地区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 因为东北风略微的增强哦 所以温度的部分稍稍的往下降一点点 高温来到32度到33度 下个礼拜一东北风减弱之后 高温又会回到34度左右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也是一样 未来这一周高温其实都还是可以来到32 33度左右 整体来说呢这波东北风增强 却没有带来明显的量空气南下 未来这一周依旧是比较闷热的 这种秋老虎天气 提醒大家外处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